希望军方怎么帮忙 谢谢 根本不要来 谢谢 从中一下脚手 从乡夜市走出来 许妈妈的心情难以平复 无法接受26岁的独子 才重新回到军中签下志愿役 既然在实弹操演时发生意外 面集的过程也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说希望军方可以怎么帮忙 初不了解 26岁的许姓上兵住在台中太平 是家中领养的独子 原本刚服完四年义务役 因为想多存点钱 今年6月才又回到军中当志愿役 一场意外夺走她的生命 家人哀痛至于 至今不敢跟老阿嬤透露任何消息 因为许姓上兵和阿嬤感情最好 就怕老人家承受不住 阿嬤做没法的 小孩应该是认养的 那是干净阿嬤身体会弄不掉 类型的打靶射击 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意外 法医高大臣分析伤口是关键 可以推断出子弹是远射还是近射 进一步判定是不是意外 远射跟接近射 许姓上兵在军中操演发生意外 妈妈结婚二号至今难以接受 又是家中领养的唯一儿子 没有其他兄弟姐妹 只希望军方能尽快调查 还给家属一个真相 继续赛队杨静台中报导